其實我很久以前就有參加過教典的活動 那中間因為有一陣子比較忙就沒有來 那所以剛好看到那個女生教典 就是他們第一次幫我就很興奮 因為我以前讀過女校 然後讀過女校就還滿懷念 就是大家都是同賽都是女生的那種感覺 結果沒想到我今天一來就看到我的高中同學 就我覺得非常的巧 然後我就覺得就是還滿需要 就是女生之間這樣互相教的感覺滿好的 那我今天三個關鍵就是 廣告新聞傳播 就這三個就是聽起來是很像同一個圈圈的事情 那但是我在這個圈圈也是繞了一大圈 因為我其實大學就跟這個完全是非本科系 我不是傳播科系 然後那時候我大學畢業之後就是先去工作一陣子 然後我有在廣告圈工作過 那時候就有擔任過文案跟廣告業務 對然後就做了一陣子以後 然後後來就覺得就是 我好像跟廣告圈就是有點格格不入 然後就有一天不知道什麼話 然後就說我想要朝新聞業去發展 對那其實大家現在對現在的主流媒體 其實都會覺得還滿質疑的 就會不太相信現在的主流媒體 那因為畢竟我不是本科系的 那所以我中間就是有在準備就是考研究所 那我竟然就是音樂的機會之下就 欸 竟然考中傳播所 對對對 所以我就大學畢業四十幾年之後 一直在這三個圈圈這樣打轉 那其實我是希望說 因為現在大家會覺得台灣的媒體就是還滿沒有公信 那會希望說之後有機會自己出來 就是開創一個新的獨立媒體 那現在獨立媒體就還滿多家的 所以我是希望說我之後訓練傳播所之後 就是能夠更確定自己的 在某一個領域做一個新媒體這樣 那希望這一天就是能夠跟在這邊認識很多 就是很有想法的交電女生 那我們可以說不定是說 在這些相關領域之後 有些差狀的交流 那或者說就是大家一起瞎眼也都可以 因為就是我很喜歡熱熱跟女生之間 就讓我回到女校的感覺這樣 好 謝謝大家 還有三個 就叫你署名嗎 對 喔 喔 就 我忘記了第二個 就是現在大家看到廣告都會說 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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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大家都喜歡叫我小米 但是其實小米跟我也不像 對 所以可以叫我就是署或是阿咪都可以 對對對 謝謝 謝謝 好 下一位也是幾碗報名的 佳怡在嗎 嗨 是你耶 他講沒有 而且他這句超兇的 我看這個 我有打嗎 好 謝謝 我幫你按起司 哈囉 大家好 大家叫我大餅就好 對 那我是現在在講進店人工作 那因為之前的話就是之前參加創人舞 那就是認識就是月亮和阿楓他們 那就是這次看到交電女生就蠻有趣 那我也是一個人就是阿咪一樣就是 因為之前高中的時候都是獨女班 然後我也很融入說 欸 全部的人都是女生那種感覺 就是 欸 我們討論就是那種 女生才會懂的那種 就是一些小故事之類的 那就是 第二個是時期 我現在的工作也是因為時期才相關的 那我相信任何事情都是 做任何事情或者是做商品等等 都是一切都是我們有心的問題 謝謝 一切都是沒有心的 喔 對 好壞喔 我幫大家講一下講基地人 再講 好 我是講基地人的比賽業務 那就是講基地人大家可能比較 就是比較陌生一點 那我們就是做任何的比賽業務相關的 那任何可能想像就是可能真文啊 攝影啊 或者說影片等等的比賽 那我們都會收集在我們的就是網站上 那只要參賽者或主辦方 他們都會到我們網站上面去觀看等等 那我們就是做主辦方跟參賽者 兩方之間的一個美合這樣子 嗯 嗯 對對 謝謝 所以你說想參加任何比賽 你就去講基地人的網站 就會看到各種不同的比賽 是這樣嗎 對不對 好 謝謝 好 下一位 蕭祖安 嗨 他是我們 他應該是我們這裡面最小的吧 這麼嗨 我現在最小的 因為我是大學生而已 而且我現在還大二 對啊 我超小的 我自己也還玩那個欸 就是 就是因為我現在 我是讀統計系啊 雖然說我是正大的 可是正大的 就是統計系就是一個男生很多的地方 就很恐怖 然後男生聊的話題就是 你看我們學到那個FB版 就是系上的社團 那男生都聊一些很恐怖的話題 然後就看到 哇很多女生那個 然後很開心 就是 因為我們系上的男生 就完全就不顧就是 女生也在社團裡面 欸好啊 我在這裡 就是我們系上的男生 完全就不顧女生也在社團裡面這件事情 對 然後 欸 我的第一個是 喔 就其實我的三個都跟我 比較重要的社團友方啊就是 因為 伊克拉社我現在在辦的活動 他就是一個藝文的講座 然後 喔 一個工作方 然後就請到那個 歐北來 然後 欸 詹雨淇跟那個UC 好 只是 就稍微宣傳一下 哈哈 然後社團的話就是因為 我是一個 我現在大 算我現在大二 可是我大概 大學一半 以上的時間 就是我大概主修社團 然後 然後 俯修就是 我現在是新政府 俯尼夏 是 我之前到 俯尼夏當過 國際志工 嗯 也當 這不是多分享一點嗎 喔好 喔好 就是因為 好就是我 我蠻有趣是因為 就是我到俯尼夏當國際志工的時候 就是我做過 就是遇到蠻 蠻複的事情 然後我自己也做過蠻瘋狂的事情 就我自己做的事情 就是我跳海 就是從那個船上跳下去 而且是沒有 就沒有 沒有那個什麼 沒有穿 就只有穿泳衣 然後就是從那個 大概三層樓高來就跳下去 就我自己做的比較瘋狂的事情 然後 我自己遇到比較恐怖的事情 是就我那時候就是 剛好他們當地就是 就是 有就是正正物被刺殺 然後就暴動 對 然後 就這樣 就比較 對 還是安全回來 還是安全回來 其實沒有很恐怖 真的 沒有嗎 快嚇死了 好好好 謝謝 那結果 所以你去讀一下幹嘛 當什麼志工 當什麼志工 去跟那邊按久很多 是哪個系 Isaic Isaic 好 謝謝 好 那等一下那個 等一下講解 這樣子啊 到我身邊來 對 你看蔡大陸我喜歡哪一張 對 對 他被人家說 好可愛喔 這在日本嗎 對啊 還是九份不要騙我們 日本 我會有聲音嗎 大家好我是玉宇 我是淡江大船 欸怎麼辦 喔開始了 淡江大船系大士的學生 然後 就是 今天 會來參加今天的焦點女生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 我其實都有一直在關心 Follow 女生的議題 其實就是我朋友都說 我是一個就是霸氣外露的人 然後以前 對以前我都會 就是會覺得說 為什麼是女生 因為我都很喜歡 應該不是說很喜歡 就是常常會成為一個團隊裡面的意見領袖 可是我覺得我都一直被貼標籤 就是你是女生啊 所以你怎樣怎樣 然後我就會很不爽 可是一直到到就是 高中後來然後到大學 因為我今天出了立心基金會 然後在那邊我覺得 哇其實很多女生都很優秀 而且就是大家其實都是 女生反而更有想法 而且是一個很溫暖的性別 對所以我就覺得今天一定要來 而且第二個原因是 今天是我的生日 所以我覺得就是今天我就覺得 因為我從淡水過來 我覺得就是今天我想要給我自己的 從淡水過來啊 對 我想要給自己的生日禮物是 我想要認識一群覺得很特別的女生們 所以我就過來了 對然後這三個關鍵字是 第一個勇敢是我覺得 它是我的代名詞 就是我的形容詞 因為我是就是我是高雄人 然後高雄六龜 你有沒有聽過 就是八八風災之前在那邊 對然後我覺得 反而因為經過生命中這些事情吧 然後我覺得就是有更多勇敢的 呃 呃 好就這樣 然後光是因為 其實人家都很多人都說 我很就是光芒很耀眼 可是到後來最近我覺得 其實想要成為一個光 不是那個耀眼 應該是要成為那個溫度 去溫暖別人 而不是刺眼而已 然後我覺得我最喜歡的植物是仙人掌 因為我跟仙人掌一樣 就可能外表看起來很刺 可是其實裡面很多水的 哈哈哈哈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六郭爺的同事 哈哈 好 很可愛 來下一個是 猜猜第二個字怎麼唸 成不成啊 我 對 好久 來這位同學有來嗎 就該不會沒來吧 是你嗎 不是 好 沒來 好吧 這樣怎麼樣 這樣怎麼樣 還是出現他一下 好 思文 應該不是前面那個吧 不是啦 思文 我先躲起來了 對啊 思文一步就是女生 就是炒時光的代言人 大家好 我是那個美髮設計師 然後我是肯幫公司 那今天會來這個焦點 是因為我們執行長 他就是蠻推廣焦點這個活動 那因為其實以前都沒有遇到 因為都是假日的時候 然後我想說 今天就前幾天都看到今天的活動 然後算一算 原本想要回雲林 然後後來就想說來參加這個活動 那覺得他活動裡面講的內容很吸引 就是很關鍵制 你需要什麼 就是會讓我覺得說 會想來試看看 那因為以前我從小到大的環境都是會有有男有女 包括現在設計師的一個工作也都是會有男生 所以我覺得跟一群女生一起 就是會覺得好像會有一些共鳴的一個效應這樣子 所以來參加一個就是這樣的活動 那原本有朋友一起來 然後呢 因為他們不是很想參與 我想說我先來試看看 我的分享會也會希望幫助他們一起來這樣子 那我的想法是 我的關鍵制是 除了設計師之外 我會希望說我的生活中有很多的學習 那就是來參加這個活動 可以互相 因為不同的職業 然後不同的人 會有不同的一個學習這樣子 那也希望就是藉由學習 然後充實自己的生活這樣子 對 然後 我 還有比較特別的是 就是 我有帶禪修 那我覺得禪修很棒是可以 我沒有在推廣 我是覺得說 就是 那自己身心靈很好的幫助這樣子 對 所以我需要那種 比較身靈 心靈的方面的話 我們大家可以一起交流這樣子 那 我還有就是 我帶公司的一個 旅行的一個 試用的產品要給大家 對 然後還有公司的折價券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 可以讓我們公司服務 那如果下次來呢 我也可以免費幫大家弄頭髮這樣子 好 好 好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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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很棒 對 我覺得我要再跟大家講 今天 她其實今天下午才在問月亮說 她可以來參加 對 謝謝謝謝 她就問月亮說 她可以再報名嗎 然後我其實那時候超忙 然後我就想說 是誰啊 這麼晚才報名 然後就有點煩 然後月亮就說 欸是很棒的設計師 喔好來 對啊 欸不要拿光味藥 好啦 那 生日的要記得給她 好 好 那我們接下來 時間 是這個 有來嗎 這我也不會唸 7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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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唸嗎 還沒坐下來你就那個嗎 你知道你要坐前面了 你就坐前面 好啦來 欸看一下我最喜歡彩妝照 沒有生氣感啊 沒有生氣感啊 我 然後那邊 那這邊來 就是很不好意思 因為其實我昨天晚上 很晚的時候三點 然後那些都是我亂寫的 哈哈 吃到什麼正式 然後因為我今天第一次來 哪有正式來 我今天第一次來 然後主要是因為我朋友 在前天就告訴我這個活動 然後就是 就想說啊大家都女生嘛 就有什麼都可以放下來講 隨便講 然後什麼之類的 然後好像很好玩 然後我就來了 然後 嗯 因為我今天上班 就是其實昨天 上班上到十一天都有點累 喔對 我在那個聯廣集團上班 所以就有點累 然後加班很晚 然後我就是今天 然後一整天上班都 吞沉沉 所以現在也有一點 不好意思 然後 嗯 我就是 嗯 熱情的話我就覺得 應該是吧 嗯 很難說欸 就是現在很難表達 你知道現在第一次見面 大家 所以你可能久了之後 就大家認識我 不拘小捷 就是我可能就是 對 字面上的意思 我也不知道怎麼解釋 這種直播 那就是 我是真的 我自己覺得 人生的一個想法 就是 嗯 我覺得 我覺得 在我的人生可能 我覺得 在 一些 什麼 嗯 就是 我比較在意 比如說質感 比如說你的衣服啊 可能 可能就是 它的材質 比它的 比我買多少件衣服還重要 所以 我可能一件衣服 可以穿很久很久 因為我覺得 它是舒適適合我的 我就會一直穿 那我就不會再去買另外的衣服 就 那我的人生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然後 所以你的朋友不多 不多欸 真的 所以我今天才要來 所以我今天才要來 多認識大家 然後 嗯 我今天來主要是因為 我想要分享一個 活動給大家 就是我最近參加的活動 我可以用嗎 可以啊 可是剩十秒欸 蛤 等一下再給你時間 好 不要想像可以講 我可以 就是 就是 有一個叫Holo City的一個活動 然後 我有參加 那 我就是 那妳要我去哪裡 可以嗎 HPS CITI 對 妳有參加 我有參加 對 去紐約的活動 然後我就有寫那個 project 然後裡面就是 因為我跟我男朋友想要去那裡 然後就是 嗯 就是裡面有探討 加入了一些 我的一些人生的 嗯 想法跟我的概念 再來 寫夢想初集好了 然後 然後計畫列表 下下下 我還沒有到這麼前面 喔 它是排名喔 我覺得不是排名 它只是瀏覽人質 一定不是 太好了 沒有 我是這顆大蘋果 然後 然後 對 然後 F哥超多時間 沒關係啦 沒有啊 扣在下一個人身上 然後 好 本正就是 我現在這個活動 然後就是 主要就是 想要來這邊 分享我的一些 透過這個活動 來分享我的一些人生的想法 這樣 然後等一下可以 試一下跟大家分享 這樣 所以這樣我們幫妳按讚嗎 也是不用啊 因為如果可以的話 真的肯請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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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她 那我們接下來 下一個是 已經看到了是不是 我要怎麼唸啊 我要怎麼唸啊 怡图嗎 怡图 怡图 來看看哪一根 你看 你知道 臉書都有去 有的人臉書上面全部都自拍 然後它上面都沒有它自己的照片 都是小動物 沒有 沒有 其實我本來我的那個 我的那個 顯圖是我跟我的狗狗 也是我的 那是我的 那是撿到的小貓 那時候在送 然後 欸 既然就已經竊題了 就是 我叫益竹 然後那個是英文名字 益竹 那 其實我今天來 就 跟大家一樣 就是看到全女神 就立刻報 然後 主要原因就是 我自己是 理工科系的 然後又說我科技耶 所以我真的是 欸這會錄影嗎 不會外出 我是真蠻厭煩 周圍都是男生的那種感覺 對然後 我就 因為我目前 準備要做的 就是我 現在 主要做的就是 網站什麼 這一類的 然後 之前我做一個比較 手藝或是 Headman的 手工藝那種 方便的網站 那 我想要說 呃就是 因為我覺得 女生其實 參與社會的 蠻多的方式 就是大家 比較實際做 那 我想要提高 就是大家 參與那種 各個小的 基金會 譬如說 或是社會上 各個協會 的參與率 這樣子 拿自計畫中 那那個平台 比較是 就是 結合那個 做手藝的 老師 然後 出禮物好的方式 那 他每個禮物盒 都還有 包含某部分 比較公益性質的 這個活動 然後 目前就是針對這邊 在發想 那 我就很需要問 就是大家的意見 那我覺得 其實 以問意見的話 我就 自己個人 喜歡問女生的 男生講不出 什麼 我有問了一些 就是 即使他自己生活中 有些比較關注的 但是 我覺得 女生比較會從 實際要去做的 那種比較細節的 思考面開始想 所以 我今天就想要來 多認識一下 不同的 領域的人 是 然後 其實 就 而且我生日是 昨天 對 然後 像是我自己 因為我以前就是做 流浪動物的 大學時候 大學時候那個 送養 所以我自己就是 就是在參與這方面 的時候 我就會想說 我自己就不喜歡 直接捐錢 給什麼協會啊 我想要知道 我還可以真的做什麼 所以 所以才會有這個 idea在做 那 所以我這邊工作 非常非常的忙 然後後來就是 結束要準備創業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過世 就是 1月的時候 那 因為他就是陪了我們16年 所以我就想說 我要做一些事情 就是 女生有衛生紙嗎 沒有 可是沒有 女生沒有衛生紙 沒有 就是比較想做一些事情 就是 跟他也有關係 這樣子 好 那如果大家就是 因為我覺得 好像大家有時候 都會有那種 做我們戰 或是什麼的需要 那有這些可以幫我們 來 亞雲 有出現嗎 沒有 好 看看他長什麼樣子 欸 看不出來 他也是運動拍 因為他的照片裡面 很多照片都打球 對啊 不慣真 不慣真 來看一下他照片 認真 你有沒有覺得對得很好 你有沒有覺得對得很好 他分白眼的照片 呃 大家好 我叫做慣真 然後我的綽號是 剛勇 就是 剛 剛強勇 對 剛強勇 因為我以前也是 都是在女生的班級 然後就是在裡面 是比較中性一點的 然後主要 我的工作是 就是在做平面設計 然後之前的話 就是 就是像目前還沒有走啊 就是 現在是在社會企業裡面 然後之前在念設計的時候 就一直想說 就是 設計是 就是可以讓世界 變得更美麗的東西 可是他 嗯 他可以對這個社會 產生更多什麼樣的功用嗎 然後所以我家 後來之後加入了 就是 公平貿易協會 然後還有就是 社會企業 然後想要利用自己的專長 然後 可以做更多 就是 好的事情 然後我的興趣是 就是 各種拆政府 就是 核四 核四 符帽什麼的 等一下會去 所以就 歡迎大家一起來 一起去 拆政府 對 各種理由拆政府 然後 然後 今天想要跟大家就是 談的是 就是我最近也有在就是 嗯 想要做一些 就是創業的東西 然後也是跟社會企業相關 主要是 扶植 弱勢族群 像是單親媽媽 還有街友 然後他們的就是 協助他們能夠創業 然後自力更生 這樣子的計劃 然後等一下 有有興趣的話 可以跟大家討論一下 謝謝 謝謝 謝謝剛用 好 這個我也不會唸 PP嗎 有在嗎 我不會唸的都不在耶 不以後都要練習 好下一個 我叫佳金 許佳金 許佳金 Alice 他很強喔 不要大家這樣 不要這樣 照片 在這邊 照片來看一下 啊 你選了一張 沒有我選了一張 然後他表情很多寫 OK 好 大家好 我叫佳金 然後 我看得出來他做什麼嗎 嗯 這應該看起來就是餐飲服務業 對 好 然後 嗯 嗯 跟Annie認識是因為 之前一個高中同學 然後後來跟Annie算是 他們是在美國認識的 所以 一場姻緣機會之下 又 都上了 然後一直到現在 還能夠有聯繫 真的覺得還蠻棒的 然後 這就是為什麼他可能會叫我的英文名字 其實我以前 嗯 跟那些朋友還有以前在法國的時候 就以前在法國的時候 所以今天有一個分享者也是在法國嘛 就還蠻期待 然後 以前用的是英文名字 但回到 因為經過的那一段文化衝擊之後 我覺得我回到台灣 我要在這裡落地生根 在這裡工作 那我希望我用是我自己的名字 因為以前像法國人也會問我說 到底要叫你佳金 還是要叫你Alice呢 對 所以這件事讓我反思了一下 我就覺得我回來就是 我要用我的名字 這樣 那好 我們速速講一下 我寫這三個形容詞 因為 我今天是第一次參加 所以我沒有預想到 就是原來還要上台形容一下自己 這三個關鍵詞 但 我自己是很喜歡真誠的東西 就是不論一切的人事物 那我現在是在好秋工作 不知道大家曉不曉得 這其實是一個複合式的空間 有展覽商品 還有餐飲 那其實我們真正精神中 就是要去推廣一些 就是 應該是說作為一個平台去鼓勵 真的認真去投入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讓自己喜歡的事情有價值 那我想在場很多女生應該都是屬於這類型的人 這樣子 那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裡面是從各個不同面向 不論就是剛剛講手作農學文化出版音樂的人 一直到參演 都有可能在好秋裡面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後來經歷第一份工作之後 後來會來到這邊 然後 嗯 嗯 親近 其實 嗯 應該要怎麼講呢 就是 嗯 我喜歡很直接的女人互動的感覺 所以 就是今天Annie跟我講說 有這樣一場活動 所以我也是聽到說 欸全部都是女生 我也 蠻有興趣來這邊參加 就是很多 我覺得應該是很特別的人 那 我會想要多認識一點的原因是 因為我覺得 大家不同的人生故事 其實是會給自己很多啟發的 因為 我相信大家生活應該 尤其是出了社會應該很沉重 因為會有很多的負擔包袱等等 可能有很多很想做的事情 但是也許可能會思考很多或種種因素沒有去執行 那 所以我還蠻希望今天可以多聽到一些大家的故事 這樣子 對 然後反正其他就是正面這樣 一直 謝謝 謝謝 好 再一個 燕怡君 沒人 你知道 因為我認識了 他也是去 這也是在影帝嗎 對 嗯 來 新會 這也是厲害的咖 來 來這邊 看一下我給他寫照片 把他自己挑割 哈囉 大家好 我叫新會 那其實今天也非常突然 就是因為那安妮早上就傳連數訊行物 我說要不要過來 可是就是因為我現在是 就是跟朋友開了一家餐廳叫假幣共食廚房 那這餐廳就是都是用台灣在地有機力無毒的食材 那我們就是希望說 其實它不只是一個餐廳 就是我們營造成它是一個環境倡議的空間 就是我一畢業之後然後是在綠黨工作 後來在綠黨之後我又去了台灣蠻野新竹生態協會 就是都是做環保團體相關的工作 所以就是很多的像剛剛那個要蔡政府之類的 就是我們也不時要去抗議啊 搬記者會 然後很多一些比較激烈的抗爭的活動 這些土地正義之類的 那我們覺得說其實這些 很多人他其實沒有這麼的了解整個台灣社會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我們希望說換一種方式就是用吃的這個 比較平易近人的方式然後去做一些環境的倡議 可是就是我們沒有人是餐飲背景相關出身的 所以就是做的還蠻辛苦的 然後我就覺得就是當初早上的時候 我也就是隨便趕快想不知道要寫什麼 然後我現在就是因為我們就是做餐飲業 可是我們三餐有點不是很正常的吃 所以我現在肚子有點餓 然後就有點可能有點亂講話這樣子 對所以就是行動力就覺得說 我當初其實也沒有想太多 那其實我從大學就還蠻喜 我想要做就是類似這種有機產品 只是後來工作之後就是又再結合了環境相關的議題 然後也是辦很多講座啊 然後希望很多的民眾是藉由吃 來了解台灣的一些社員還有環境的議題 那其實就是編作覺得自己還蠻傻的 就是好像自己很理想化就跳進了這個完全不熟悉的領域 不過就是也很多貴人的幫忙 然後就繼續努力下去這樣子 對然後我覺得這是一個就是創業啊 或者是說我覺得每天的生活都是一個找自己的過程 那我覺得藉由跟別人的聊天啊 或者是聽大家的分享都是一種 欸我覺得常常我很喜歡就是跟別人講話 所以我發現欸原來他有跟我一樣的想法 或者是他提醒我為一件事情 對所以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然後感謝你今天特別早上跟我說欸這個活動不錯 然後幸好今天餐廳比較相關無事 我不用還要加班留下來這樣子 然後我有帶了一些傳單 可是我沒有帶折價券或是什麼那個優惠券 然後希望大家不要介意那種 我們就是在那個228公園附近 就是台大醫院捷運站出來的一個餐點 歡迎大家可以來用餐 再堅持一點 我本來想其實我今天早點來最重要的是我想問 以後就是女生教練可以跟你訂便當嗎 當然歡迎 就是大家就可以訂便當 一個便當多少錢啊 會有沒有客製化便當 喔真的嗎 真的嗎 好 還是沒說多少錢 我跟你們說我們要提倡的是就是不要拿折價券 就是You pay You vote with what you buy 就是你要你覺得他值多少錢 就是應該要付給他錢 就是我們要提倡的東西 好 沛雅 然後對 宣傳一下我等一下會幫你 我現在不用你賣客 好 看一下 對 我在網沛雅 然後對 主要是 我現在是在準備 就是你們剛剛有看到那邊 就一個賣20塊的 就是手工甜點 而且主要是賣這部分 現在是在準備 可是他沒有實體的店面 他是在網路上端市集 然後是上禮拜六才開始第一場的市集的販售 這樣 然後 然後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 等一下可以去看一下 然後順便去點就是153 因為他那個名字叫做153廚房 是因為我的身高 對 就是所以上網可以幫我點一下按一下讚 這樣 然後宣傳一下 然後因為才剛開始 所以我覺得就是賣跟不賣 其實非常重要 但是不是重點 然後主要是希望可以讓大家 就是吃吃看好不好吃 然後我就覺得這些東西都可以討論 因為我比較希望是讓大家 就是消費者可以跟我就是談 就是他想要什麼蛋糕 然後我可以就是試做給他吃 我覺得試做這些都是完全沒有問題的過程 對大概是這樣 然後因為我剛聽到那個動物的 所以我就很想多了幾個很想講的 對 然後第一個是 就是我最近在東區撿到一隻流浪貓 他只有一個月 如果大家想要領養的話 大家可以上我的粉絲宴 然後或者是等一下就可以跟我要照片 因為他一個月然後是女生 然後他現在才在蛆蟲的階段 對 然後有點煩 因為就有baby 對 然後如果大家有朋友想要領養的話 就是可以問我看我 可是希望大家介紹的朋友是負責任的人 對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因為我對動物也是非常在意 然後我接下來下一步就是要去 流浪動物協會學那個 他們有開志工的課程 然後可以學那個就是教導流浪狗 因為有很多流浪狗是需要被教導他的技能 他才會更容易被領養 然後就我現在要去學這件事情 然後因為我之前有辦一個12頁的 就是我有直接寶場 然後讓我朋友去看 然後對 然後這就是 就是之後我也會開店 然後會有裡面那個想要給大家的是一個空間 然後會放很多我自己喜歡的事情 然後這包含動物跟環境跟就是公平這些等等的事情 會有很多在裡面 然後就可以討論一下就是 如果要對流浪動物好的話 要可以用一些什麼樣的方式 然後還有兩本書我常介紹 第一本就是那個日本熊本安樂死 對他可以創造零紀錄的那一本書 就是因為兩本書都是真實的紀錄 然後一本就完全可以看到日本是怎麼做到那些東西 搭乘他的安樂死 我覺得那對台灣還蠻重要的 然後第二本是就是也是真實 然後寫南非大廈門保護區的故事 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看 然後是完全動物的 然後他就是真實的寫南非大象 他們有多聰明然後多有人性化 然後等等的過程 我覺得這兩本書大家可以去看 對但是重點還是我的153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粉絲頁 謝謝 太可愛 我也是有一次大寶 大寶在哪 大寶跟我說他後來他開始吃 就是不吃肉 然後我現在也開始不吃肉 因為真的就覺得 就是小動物 好 這個人沒來 他是果手 他沒來 好 這個人 Diana Choo有來嗎 好像也沒有 好 小白 大家可以看到我給你照片 嗨大家好 我是小白 我大選的時候是念森林系畢業的 然後中間過程中其實轉換了很多工作 所以其實大家在問我在做什麼工作 常到update很久 那畢業之後其實中間做了一些在NGO組織做了空間 空間規劃 然後策展的收集 然後近期也有嘗試一些戲劇的製作 那現在是做獨立設計 品牌設計跟包裝設計 還有做一些就是自己的藝術創作 然後 然後我非常喜歡就是紀錄事情 包含寫字或是照片 因為我覺得那個是一個過程 包含是聽每個人的故事 這樣 然後因為是攝影系 但是其實在畢業的時候並沒有太多的感覺 其實畢業之後才發現其實自然的環境 我覺得生活中偶然是要回到自然的環境 然後第三個的話是動 因為從以前到他其實一直都有在 一直都有在打球 就是打籃球 然後近幾年也有嘗試 就是舞蹈跟戲劇的肢體 那我覺得在活動過程中 其實是更 更親近自己的一個方式跟過程 然後我今天後來的話 那你隨便 就是 學姐的介紹 難過 怎麼覺得 好 就這樣 感謝大家 下一個也是一個設計師 好 來 也是烘焙的人 對 我給你放很多照片 因為他每次都會問我 哈哈 謝謝機子 大家好 其實今天會來這場合 是因為 也是因為Annie的關係 因為 我非常喜歡他 他是我前同事 那我現在是在一家 科技公司 我是做工業產品設計 所以我 我觸碰很多都是那種 冰冰的 等等的東西 那我在做設計的這幾年下來 有一些非常大的感觸 因為身邊很多設計師 他們都會 有些人都會認為說 當我的產品 被以高價賣出的時候 他會得到 他會覺得這是一種 被高度的肯定 就是假裝我今天設計 是十塊錢的東西 再被賣出去 然後賣很多 他不會覺得 那很了不起 他只會覺得我賣一個 例如說百萬的車子 這樣子 那我就覺得 這是一種很 逼太的想法 所以我 一直到現在都還在挑釋 也覺得自己跟 設計界好像有點 格格不入這樣子 那 我第一個 這是 發揮專長 也需要幫助的人 這是因為我有一個 想法 一直還在心中醞釀 就是我覺得說 工業產品設計 我們很多都是設計兵的東西 並且他會掛上 例如說 插插設計師設計的東西 然後就被 有版權 然後有著作錢 有智慧財產權之類的 就會很高價的被賣出去 但是我覺得說 這並不是有錢人才應該享有的專利 或者是他們才能擁有這樣的東西 所以我一直很希望說 我可以做一種 就是很便宜的設計師 我的人生目標就是在設計一些很便宜的東西 但是我希望他能夠盡量的發散出去 那 可以讓更多人接觸到好的設計 或者說 他不見得是好的設計 但是他起碼可以是說 嗯 善良的設計 或者是有助於改善他的生活的設計 這樣子 那第二個就是烘焙嘛 那我 就是工作之餘非常喜歡的做甜點 那一直到現在 上課上了很久 他閃紅 他閃紅 那 上課上到現在上很久 那我是一個很 第三個字 就是無負擔 我是一個完全全沒有負擔的人 他說無負擔 其實是因為跟我相處沒有什麼負擔 但是 我有負擔 我有負擔 我自己是有負擔的人 但是跟我相處是一個很沒有負擔 所以 我 就是希望 除了幫助人之外 我也很喜歡烘焙 那我希望在這種 跟我相處無負擔的狀況之下 我也可以 弄一間小小的店 然後輕輕鬆鬆的 或者是隱居於三里 對 就是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好 Luci是最早跟我開始聊說 我們一起開家店的人 這樣 對啊 最近有一天 好 Winny 學姐 對 然後就可以一直 因為拆銷都是我的咖 都是我的咖 對 安妮不可以再叫我學姐 這樣很容易就露露出 我跟妳說 我最喜歡這個東西了 告訴大家這是什麼 好 呃 呃 就是 才前幾天而已 而且她都是學姐拼出來的 就是安妮到我家 我住新竹 我今天特地從新竹過來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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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香蕉太陽花之外 讓我一個最大的打擊 就是 我已經很確認被 被定在 就是歐巴桑的那個 那個世代 那 她跟我說交給女生 然後因為 她是我高中的學妹 可是小我非常非常波及 然後 你不要講沒有人知道 好啦 然後 呃 我很想知道說 呃 年輕的女生在想什麼 對 呃 然後我很想 呃 來聽聽看就是說 呃 大家在做什麼 那因為 呃 我 我大學畢業以後 呃 工作前十年我在出版公司做編輯 然後 第二個十年我在電視台做企劃 然後做科普影片製作人 那我大學學的是地球科學 那 因為一些種種人生的一些轉變 我現在在做拼步背 那 呆黑魔是我的 很早以前就開始寫的一個部落格的名字 那 呃 我有一個FB的粉絲專頁 可是 呃 因為我最近在準備年底的拼步展覽 到時候會邀請大家來看 那個拼步展覽很精彩 那 呃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我最後寫一個印畫部 是因為 呃 我很想 呃 創立一個 呃 有台灣的 是Made in Taiwan的身份證的部 的印畫部 因為我越部無數 可是 台灣的部很多都是仿冒的 就是老闆娘 給我30秒鐘 老闆娘會跟我說 啊 這喔 這就是 這跟日本 合作的 日本設計 台灣做的 那 說穿了其實就是 呃 那是日本的部 然後 台灣就是仿冒 那 那 日本的部會有 呃 他的身份證是日本做的 設計師是哪一家公司 台灣的部就是 呃 長得很像 可是就是沒有身份證了 那 因為我待過 呃 出版公司 我待過 呃 影片界 認識很多 做設計的跟畫插畫的朋友 我覺得台灣 絕對可以做出很棒的印畫部 那 呃 我也發現 欸這邊很多做設計的 然後 我覺得 呃 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就是認識大家 互相認識 謝謝 就是你知道就是 有時候 你 人生啊 有些東西 平常因為你不會接觸到 就是一聽的時候 覺得還好 比方說 喔 那個人是做這件事 你就覺得喔 是喔 然後就走了 可是就是像學生學姐一開始 你知道學姐是念大西科學 然後 我是學地質的 喔 是學地質的 對不起 然後對啊 然後他們在討論 地質的東西 我們大家就聽不懂 然後學姐又說到他 在做拼步 然後拼步 拼步 結果我看了他的拼步 哇靠 你就知道 天啊 那真的是 就是 對 好 你們一定要 對啊 就是有的人 就是會讓你很傻眼 就是你以為小小的東西 可是他可以變出一個作品 那個就是Masterpiece 就是真的是一個作品這樣 好好的消息就是 還好今天很多人沒來 沒有很多來 有些人沒來 所以呢 我們今天兩分鐘焦點的分享 就到這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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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 那 我